劉沛與阿門這日來到電視城錄影遊戲節目娛樂大家 上次阿門輸了 她說這次要報仇雪恥禍 是不是因為你不懂得騙人啊 我以前很厲害的 我在工作上演戲也OK 但對著朋友 我大個不同了 小時候你會騙媽媽 我今天跟同學去玩 但可能以前媽媽不喜歡去唱卡 其實我也會唱卡 但其實我發覺 小時候就開始發覺 越坦白跟她說話 她就會OK 她知道了你去哪裡就OK 就沒有再養成一個 要故意說謊的性格 我把這東西放下了 我戒了 但現在要玩這些東西 我覺得生疏了 所以我今天真的要努力一點 這裡有太多高手 阿門好像情場中都遇過高手 又不是高手的 是我蠢的 但我也很厲害 因為我有一個很厲害的媽媽 她會幫我分析很多感情的東西 以前有試過有一個男生 不是在一起的 她欺騙我 因為我找不到她 但那時候已經是 你會擔心的 找不到她 找不到她七十幾個小時 只有三天 然後她終於跟我說 她說 我正在睡覺 不好意思 那我就 那肯定是你做事很累 但是我媽媽聽到 就知道 有警覺 所以 最生氣 我都 清楚她不是一個 適合我的人 那就沒有再發展